温州动车惨案引发举国民怨沸腾 尤其是中宣部和铁道部竭力掩盖真相 草菅人命激起了共愤 全国众多媒体掀起了罕见的抗命潮 负责下达禁令的中宣部部长刘云山 和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 都是江泽民派系的干将 而胡温掌控的中办、国办却发文畅不同调 前二三动车事故发生后 中宣部接连下达多项禁令 要求媒体以大灾面前有大爱为报道主题 不质疑、不展开、不联想 对事故原因不要挖掘 死伤数字以权威部门发布为准 不要做反思和评论等等 而新华社8月3日报道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抓好重大突发事件的 公开客观公布事件进展和调查处理结果 7月25号 中央电视台主播邱启明、肖燕主持的新闻节目24小时 指责铁道部在事发后迅速掩埋车头的行为 中国请你放慢速度的脚步 走得太快 不要把人们的灵魂落在后面 27号 央视24小时栏目制片人王青梅遭停职 王青梅在博客中写道 没有言论自由 不能问责政府 一个名义上属于全体公民的国家 而实际上却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 为什么、凭什么 小辈们记住 守住底线 不惧牺牲 8月2号 国际记者联合会呼吁北京当局为王青梅复职 国际记者联合会香港负责人胡立云批评说 中宣部禁令明确违反温家宝所做的承诺 央视主持人白延松在7月25号的新闻1加1节目中 也对铁道部发言人王永平的言论提出质疑 国际记者联合会对新闻1加1在26号突然被停播一天提出批评 7月29号 遗难者投期当天中宣部下达了第三道禁令 要求各媒体报道迅速降温 迫使上百份30号出版的报刊连夜撤稿改版 香港记者协会30号发表声明 要求中宣部撤回禁令 30号 多家报刊依然刊登了已经编辑好的版面 厦门商报头版用火车头穿插巨大的洞字 配以著名学者一中天写的道师 《同车的你》读来催人泪相 电影人陈青松在微博上评价道 我听到的是号角声 上海青年报头版开天窗抗议 只放了一张温家宝鞠躬的照片 东方早报头版只用了温家宝的几句话 救人 铁道部是否做到 要实事求是回答 南方都市报则以全黑首页 刊出题为真相是最好的纪念 16个版的专题报道 就因为这个动车案太惨重了 这么大的一个事件 所以传媒人的从良知驱动 他也要讲真话 31号 南方都市报发表提有国骂的文章说 面对如此惨烈的事情 以及铁道部的糟糕处理 我们只想用三个字表达看法 文章在南读网上刊登不久就被删除了 原本8月1号才出版的经济观察报 提前推出题为 温州没有奇迹的八个版特别报道 读者纷纷购买珍藏 报道以谁是真凶 这完全是人祸 做有良知的媒体等标题 追究真相 抗命中宣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指出 中宣部的新闻禁令 越来越逼近道德底线 考验媒体人的人伦良心 中国媒体也显示了其巨大的追求真相 为民代言的动力 英国独立报2号援引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亚洲项目主管布朗的话说 中共党的宣传系统正在破裂 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时代 中央控制的政策被抛在了一边 新唐人记者张丽娜 李元翰 李安安采访报道